貓咪減亮 甜蜜小屋 點點怎麼了 我的東西好像掉了耶 那我們來幫你找一找喔 嗨 大家好 嗨 小蜜好 點點好 小蜜好 東西掉到哪裡去了 點點好 啊 點點我找到了 我幫你撿喔 在這裡 謝謝奶油哥哥 點點 這裡好像有點裂開耶 瞳瞳姐姐奶油哥哥 點點她為什麼不理我 不理你 有嗎 有啊 我跟她說話她都不理我 可是我剛剛有聽到點點說小蜜好耶 對啊對啊 我也有聽到耶 可是點點她都沒有看我啊 看你 咦 難道她要這麼近的看著你嗎 不是啦 不是啦 靠這麼近我會不好意思喔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小蜜 就是我跟點點說話 她都沒有看著我 像我媽媽生氣的時候 我爸爸跟她說話 我媽媽就會把頭轉向另一邊 不理她 還有小蜜 我想點點她不是故意的喔 嗯 我想 因為剛剛玩具掉了 點點很著急的在檢查有沒有壞掉 所以才沒有抬頭看著你講話 哦 是因為這樣嗎 點點 嗯 什麼事啊 你瞞開 點點她都不理我啊 點點 小蜜在跟你說話喔 我知道 我有回答 可是點點 你是不是應該抬起頭來 看著別人講話才對呢 為什麼一定要看著別人講話呢 哦 點點 你看喔 點點 你明天有空嗎 嗯 點點 你等一下陪我去買麵包好不好 點點你看 我沒看著你講話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啊 嗯 好像有點奇怪喔 不知道是在跟誰說話 我以後會注意的 說話的時候要看著對方 小蜜 對不起 我剛剛不是故意的 沒有 沒關係沒關係 我也誤會你了 點點你這麼喜歡我 怎麼可能會不理我呢 嗯 就是說啊 太好了 小蜜 趕快跟我們玩玩具 來來來來 這邊我們玩玩具 點點借我一個 passed吧 蓄不前往 上衩 我們來看見 有些人很好吃 過百貨 wurde滅度虛 離開 不可欠 你편去把